大阪萬博經驗公園的悠閒 配上周邊的購物中心以及摩天輪 是個帶小孩、跟朋友或是自己想要放空都很適合好所在 今天一大早大約八點我們來到未來本店的うどんきゅうたろう 在食べるぐ分數高達3.91分 從早上7點就開始營業 特製以後的各種不同創意口味可以選擇 以及華盛Q-Town烏龍麵 店長在四國的烏龍麵名店學成之後 在大阪自己開店 才開業5年就在烏龍麵基站區的關西殺出一條血路 吃完早餐我們從本町搭產玉堂金線 到千里中央後轉大阪Monorail50分鐘 就可以到達萬博紀念公園站了 現在時間大概10點半 下車後我們看到的是LaDapoto Expo City 這也是日本最大的複合式設施 感覺設施的豐富本身就像一個萬國博覽會一樣 包博推薦摩天輪 但我們可能離開公園有時間在逛街跟搭摩天輪 比起公園很大比較難估算形成手續花費的時間 萬博紀念公園是重建1970年大阪的萬國博覽會的會場 而成立了一個公園 走面積為650英姆 大概有大安森林公園的10倍大 將近信義區的兩倍大小 這麼大的公園可以觀賞的東西很多 首先就是大阪萬國博覽會的主題館之一的太陽之塔 由日本知名藝術家鋼本太陽設計 高度70公尺 園區另一個知名的區域就是日本庭園 光是這個庭園就有一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大小 採用日本從八世紀到現在的各種造園方式設計 進到這個庭園有種幽靜的感覺 戰園區大部分區的自然文化園包博也很喜歡 可能包博在城市長大吧 很喜歡看不到公園外人造建築綠色植物豐富的公園 這裡的自然文化園就是這樣 這裡在博覽會之前原本是田地跟竹林 但因為展覽將這裡開發 展覽結束後把這裡田土植樹後變成現在的模樣 沒有開發蓋大樓真是太好了 大家可以走上懸空通道 由高處觀賞樹林以及遠方的景色 非常舒服 另外公園裡面還有博物館 天鵝船等等的景點設施 可以順道去看看 離開公園我們回到La La Porto Expo City 有時間的話可以逛逛街 我們也可以達成123公尺高的Osaka Wheel 可以直接從高處觀賞公園的樣貌 側廂底不是透明的玻璃 所以帶有點刺激感 有居高證人千萬不要被嚇到 想要早點回到市區的人 我們達成Monorail回到千里中央 轉玉塘金線 我們回到星災橋這一帶 現在就會逛街的時候啦 天災橋這一帶包括玉塘金 可以買藥妝 精品或潮牌 買給自己或親朋好友都可以 想吃下午茶的人 鮑勃推薦周邊的甜點名店 Extra Katahori藏本店 店名Extra 就是瑪雅文明的巧克力之神 這家店就是巧克力的專賣店 商店做得多於古名家中 所以帶給了一種非常溫馨 且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巧克力使用比利時的高級Kuberchil 就是使用比例較高的盒子製作 會有比較入口即化的感覺 離開Extra 大家在周邊散散步後 我們來吃晚餐吧 我們來到French Go Ponce 這家簡單來說 就是法國跟日式料理的Fusion 產地直送的鮮魚 黑毛和牛 跟季節野菜 由法式料理三十幾年經驗主廚 所做出來的創意料理 吃起來溫和不會重口味 好吃 吃完晚餐大概也八九點了 但我們今天的行程還沒有結束 從新摘橋搭乘玉堂金線七分鐘 來到梅田 徒步到十分鐘 我們來到空中庭園展望台 這裡是個有室內跟室外景觀台的大樓 因為開到晚上十點半 所以很適合一天的行程走完之後再來拜訪 那行程就到這邊結束囉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